印度德干先区报2月16号刊文称 印度欲实现在2030年成为全球无人机产业中心的目标并不容易 据报道 虽然此前印度总理莫迪承诺 印度到2030年将成为世界无人机中心 但在2023印度航展上 夜内人士 无人机专家和印军代表们表示 因为缺乏投资 缺乏相关技术 研发不充分 以及立法者和无人机厂商之间的沟通问题 使得印度难以在本土制造出更好的军用级无人机 兵的大事 网上论兵 大家好 我是独龙 印度野心勃勃 计划成为世界无人机的中心 印度国产无人机无论是研发制造都存在着重大短板 像三军主战武器装备一样要从国外引进 如果按照印度目前的创新能力 要想在全球形成无人机中心难度极高 我们感觉购买全球无人机的中心有可能会成为现实 因为现在看无论是大中小无人机 隐身无人机 高速无人机 没有一款是印度独家制造 而且印度军队在展示无人机的过程中 基本上都是以国外主要型号为主 所以印度目前的印度制造和印度组装 基本上是同一个概念 航空基础技术薄弱 产业链薄弱 这个状态下核心设备重要的零配件要从国外进口 所以要想实现所谓无人机中心 对印度来讲难上加难